好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昨天晚上我们吃完饭以后呢 我跟我太太就去散步去 我们久不久就会这样做 然后而且因为昨天是刚好是暴风雨之后的一天 那个很舒服 所以我们就去散步 那散步的时候呢 我们就聊天嘛 他就谈到说 因为他最近这些年来都在带一个小组 他就觉得说好像 在一个小组好像走到一个死相里面 就没有再成长 长进的一个光景的里面 在我没有讲以前 我忽然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 昨天我们介绍这个教务处的同工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露了一个人 就是那个张胜中弟兄 请 他是我们图书馆的资深的图书馆员 就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他 因为你会使用图书馆很多的 好 然后他们前一阵子就在讨论 在小组里面讨论就是以后的前景应该要怎么样去去做 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改变 那他就说呢 有一个弟兄就建议他就说呢 我们小组就应该要脱离教会的那个架构 因为呢 在教会的那个好像没有给他们什么帮助 然后也没有就是等等这些 那我太太就跟他说 不行 神的心意是在教会 不是在小组 我们不应该脱离教会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散布的时候 他就问我 他说 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这句话对不对 有没有圣经根据 这是他自己讲的 但是他后来想一想就说 我这样讲对吧 那我就给他上了一个十分钟的教会论的课 这就是教育嘛 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两个主题 就是刚才彭老师的主题 这个教育跟我现在要被分派的这个题目叫做牧养 这两个题目其实是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因为都是在教会里面 从一个角度来看 牧养就是教育 教育就是牧养 所以就是说 我刚才我们小组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的小组是怎么样 我发现我们小组 刚才谈的东西 其实都是牧养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今天的这个要做的就是跟大家谈这个题目 但是我们这个大会的题目是使命 所以牧养的使命 我就发现了使命这个概念 其实是产生很多的混乱 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使命 我稍微就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诠释一下这个使命 使命英文叫mission 就是那mission跟使命是到底是什么一件事情 那我们比方说听看那个买太福音28章 讲到这个你们要去使万民众的门徒 这个是我们叫大使命 其实呢使命是有大有小的 有广有窄的 那那个大的使命是最广的 基本上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应该有的使命 这样 但是呢也有窄的使命 就是说在这个大的使命底下 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使命的 我们有一个同学叫做王百战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网络上面 他是住在德州的 百战是一个军人 认识他的都知道他是一个军人 所以军人是最明白mission这个概念 就是说因为他们每做一件事情 都是要去满足一个mission 一个使命 也许使命可能讲起来有点太大 他们通常翻成中文应该是任务 叫任务嘛 那任务跟使命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一个是大一个是小而已 都是这样 所以一个军人呢 他的使命就是赢那个那场仗 但是在那个大的使命的底下 其实他们有很多的使命 对不对 有很多的任务 这样 那 所以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大的使命 但是呢 小的使命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 这样 那所以呢 当我们谈到我们的牧养的使命人生的时候呢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个牧养的使命呢 这不见的就是说因为神对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我常常说呢 就是使命最少有两个的或者任务 使命最少有两个两个成分 第一个成分呢 就是why it why it就是说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这个事情有什么重要性 这个是why it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why me 就是说这个是值得做的很重要的事情很多 但是为什么要我来做这个事情呢 这个就是跟我们 其实跟另外一个概念叫做calling 叫做照命 是很有关系的 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神 护照你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是你的使命这样 而不是别人的使命 而你的使命也不是别的事情 是这个东西 那所以呢 在我们当中呢 可能很多人是有牧养的使命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来去谈这个事情 那在圣经里面 其实这个牧人或者牧者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比喻嘛 很明显是一个比喻 那这个比喻呢 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有的 都有的 在旧约的里面呢 基本上 比方说旧约的皇帝 其实是牧者 是他的百姓的牧者 然后到了新约当然就是教会里面的 是牧羊的 反正就是说 领导帮助 喂养 等等这些 神的百姓 这个的责任 其实就是牧羊的 一个的责任 我很喜欢这个照片 就是这个图片 就是这些的羊 最少看不见他的牧人在哪里 然后他们好像就踩过那个界线了 就乱 就跑到另外一边去了 这样子 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没有牧人的羊群的一个写照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是这样 也许 这个图片的 那个 右手边的地方 没有派进去的 就是那个牧者可能是在那边 是叫他们走过来 我不知道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但反正就是说 这个图片我觉得是很好的 在我暗幕的时候 教会有一位老弟兄 他很会写那个书法 他就写了一个 一张的字画给我 这个是电脑写的 不过就是 我找出一个字体 看起来好像是书法的字体 那个字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在这地 兴起一个牧人 是在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六节那边 那我那个时候很年轻 就是我跟大部分的基督徒一样 就是小先知书是最不熟悉的部分 所以我就好奇 就打开撒加利亚书十一章 去看一下 那个先知书里面有提到牧养教会吗 好像没有啊 最少照我的理解好像没有 然后我打开以后就发现 这个上下文是这样 我要在这里兴起一个牧人 他不看顾上亡的 不寻找分散的 不抑制受伤的 也不牧养强壮的 却要吃肥羊的肉 撕裂他的体子 哇我吓了一跳 然后还有最后一句 无用能不能丢弃羊群 有祸了 那一张的字画我现在还保存着 但是我从来不敢贴出来 但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那位弟兄已经过世了 就是我从来不敢问他到底他是因为不看上校文来断章取义呢 还是还是他另有用意 这是暗示我 要干什么的 但是呢这句话呢 也许还是有一点点那个端章取义 就是这个无用的牧人这句话呢 就一直提醒我 就是说我不要做一个无用的牧人 我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牧人 好那今天呢 我要用三个段落来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个就是跟大家看两段主要的经文 第二呢就是从这两段的经文所抽出来的一些的重点呢 来分享就是正负面的应用 在牧养的这方面的应用 然后最后呢就是说一个牧者最终极的期待 或者说那个神给我们的那个赏赐是什么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去跟大家来去看 那首先我们看两段主要的经文 一段是在《史误行传》20章28到35节 另外一段呢是《彼得前书》5章1到4节 为什么选这两段经文呢 就是我觉得在新月圣经里面谈到这个作为一个长老 长老的这个责任或者说需要注意的经文 这两段大概是最详细的两个两段经文 就是针对这个长老的 那新月圣经的长老呢就是负责牧养教会的人 其实说起来其实就是相等于今天的牧者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对新月圣经对长老讲的这些的教导呢 基本上就是对牧者讲的教导 那这个《史误行传》20章呢 是保罗去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 道别的那段的经文 那段经文呢就是保罗可以说是掏心掏肺 就是把他的那个心里面的话都向他们来去讲了 那我今天就扣出来的这一段呢 就是他特别针对这些的长老 就是祝福他们所要做的事情 然后彼得前书呢就是彼得基本上就是 这对与他同做长老的人来来所讲的 那我就发现其实这两个 就是保罗所讲在《史误行传》里面所讲的 跟彼得前书所讲的 其实有很多是有关联的 甚至可以说是有重叠的 好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两段的经文 我这个是和和本的修订版 也许我来读一次给大家听好了 圣灵地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我知道我离开以后 必有凶暴的财男进入你们中间 不顾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 被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 祭奠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 劝谏你们个人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 这道能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祭业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虚用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是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 辅助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这里我有一些特别的词句 我就是把它用另外一个颜色出来 就是我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所抽出来的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谨慎 谨慎就是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等一下我基本上把这个正面跟负面的应用 就用这两个来去做 我的主题 就是说谨慎自己是一个负面的警惕 谨慎全群是一个牧者的使命 这样子 用这个方式来给他看 还有他就提到说 有一些人会做一些财狼 会进到教会里面 那反过来 就是说我们就不要做财狼 就是说不要去说被谬的话 不要去引诱人 跟从我们 还有就是说 他说他是 他是把他们交托给神和他的道 所以这些长老是被交托 被交托给神 还有给他的道 最后一点就是说 他叫他们要去劳苦 扶助软弱的人 最后一句就是说 私比受更为有福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这个 使徒行传这个经文里面 给我们看到的几个重点 我等一下会把 这一些的重点 把它来去做一些的应用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 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 我来读一次 所以我这同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证人和分享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人 勉励在你们中间的长老们 勿要牧养在你们当中神的群羊 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 照顾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而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 而是出于乐意 不要不要挟制所托付你们的群羊 而是要做他们的榜样 到了大墓人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 那在这里主要是在第二第三节里面 有几个重点 我们看到的 就是第一个是要按着神的旨意 按着神的旨意 然后跟着下来只有三个 就不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不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所以不要勉强要甘心 不要贪财要乐意 不要挟制要榜样 要做榜样 这样子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彼得前书所给我们看到的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 从这两个 我们刚才抽出来的这几个重点 我把它整合起来作为负面跟正面的 负面是一个警惕 然后正面的是我们 我就说是我们的使命 作为一个牧者的一个使命 好 首先我们来看负面的警惕 负面的警惕 你记得刚才有提到吗 你们要谨慎自己 也要为自己谨慎 也要为全群来谨慎 所以我是就看就是说 为自己谨慎 这一个点成为我们的警惕 我把它用今天的言语来讲 就是其实为自己谨慎 也许有很多方面 但是其中一个核心就是自我认知 Self Awareness 这样子 我记得 在我还没有继续下去以前 我刚才说 我们小组就 其实刚才提的有很多次跟牧养有关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牧养 事实上早上提到的教育 这些的题目 其实都是很广的题目 对不对 就是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点 可以讲的 那所以很明显 我今天讲的一定是不完整的 一定是只是一些 一部分而已 我只是看这两段的经文 来去抽出一些的重点而已 那那个 我刚才是要讲到的是说 有这很多年前 就是有一次在我们 那个也是学前领袖会 那个时候 我们是在 那个祈祷员 我们叫祈祷员 如果一些比较久的老师跟同工们 你们还可能还记得祈祷员的那段日子 在那边就是办我们的这个学前领袖会 那我记得有就是在那个营地里面 好像吃完饭还是吃饭之前 我们在等吃饭的时候 有一位的同学就来问我 他问我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我本来在吃饭之前之后 不应该讲这么严肃 不过他就问我这个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他说 他说老师你认为做一个牧者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这样 哇这个是好大的问题 那很重要的事情很多 对不对 那是最重要 就是No.1重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一下子我也想不到什么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件事 当时我有一个感动 我就跟他讲一句话 我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我认知 这个Self Awareness 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意识到 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那我还觉得说 这个只是从我的经验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是不是最重要我不敢说 但是这是最少是其中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这样子 但是后来我就看这个为自己的谨慎 其实就是一种的 这个自我认知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自我认知是很重要 因为我自己 据我自己服侍的经验来说 很多时候问题出现了 是因为没有自我认知 就是服侍的人 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盲点 对吧 我们都有盲点 有些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 那其中一种的盲点 就是对自己的盲点 这样就是说 别人都看见 就是我们自己看不见的 我有一个噩梦 这个噩梦是什么呢 就是在一整天在活动 也许在学校里面还是怎么样 我忘记是什么情景了 反正就是说那个梦 就是说那个一大早 然后好多事情 然后到最后回家了 晚上回家了 才发现原来我的头的后面 有一块很脏很难看的一个东西 在我的后面 那我就想说 哎呀糟糕 我整天在那边 大家都看见我这个很脏 很脏很难看的 只有我一个人看不见 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self awareness 就是说别人都知道 只有你不知道 那我心里面正想说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这个东西 那可能如果 当然这个是一个physical的 这个告诉我 我就会去把它弄掉 但是如果那个不是一个身体上的东西 而是一个性格上面的 是一个品格上面的东西 我会听吗 人家告诉我的时候 我会听吗 我会去改吗 所以这个是 是一个 我觉得我把这个来放在 我今天在这个负面的 这个警惕的部分 那这个里面呢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 我看到最少有三个点 是我们要警惕的 或者说要小心的 第一个呢 是他提到不勉强 不勉强呢 就是说我们牧养的时候 我们要 就是不是 只是为了责任 因为什么会勉强我们呢 基本上其实是 你愿意做一个牧者 其实就已经不错了 对不对 那然后是什么样会 推动你去做 做那个牧养的事情呢 很多时候是责任 是责任 那我在这里是提到说 要小心把我们的服饰责任化 所以责任化的意思是说 我们牧养 我们的群养 做很多的事情 不应该只是为了责任 那我先 先澄清一件事情 我不是说责任不对 我也不是说呢 我们不应该 为了责任去做事情 事实上有很多时候呢 真的是 就是为了责任去做的 这个我不是否认这些事情 也不是说这个是不好的 不对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只是靠责任感的话 我们迟早会burn out 至少会burn out 因为我们所做的那个出发点 是为了满足一些的责任 而不是因为我们去爱 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对人的心 不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心 这样 所以这个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去关心一个 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人 是因为你是牧者 所以你有责任去关心他呢 还是因为 你觉得他有这个需要 你为了他的好处去关心他 这两个可能不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 但是是有分别的 就是如果我们一直服事 都是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我要去做的话 会很辛苦的 做到最后是会很辛苦的 所以把事情责任化 是要小心 那耶稣讲过一句话 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 好牧人为羊舍命 为什么牧人可以为羊舍命呢 是因为他爱他的羊 就是爱到一个地步 他愿意付出 愿意付出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付出的这个问题 那但是你继续看下去 下面一句他是讲什么呢 他要讲说故宫 故宫呢 牧羊人不是故宫 因为故宫呢 看到危险的时候 他就会跑掉了 那为什么故宫会跑掉呢 是因为他看见他所付的代价 是超过他的责任 那他就觉得不值得嘛 对不对 他的责任是这么多 他要付的代价是这么多 所以他觉得这两个不成比例 他就要跑掉了 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责任去服事 去牧羊的话 那到那个代价太大的时候 你就不愿意付出那个代价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我们要小心这个不勉强 所以不勉强呢 我把它看成是要小心这个责任化 小心不闹的这个情况 好 然后下面这两个呢 就是不贪财跟不辖制 这两个 我就把它写成一个是 小心自立的诱惑 第二个是小心全力的诱惑 这两个诱惑呢 其实对于一个牧者是相当明显的诱惑 是我们都要非常小心的 那自立的话 其实不只是牧者了 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自立的诱惑 刚才已经 前面我们在讲的时候都已经提到 就是说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人 我们都会寻求自己的利益 这个是在我们的本性里面 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看见有一些大牧师 他们跌倒了 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贪一些的利益 这样子 那我们会不会呢 会啊 如果那个利益好大的话 可能那个诱惑会很大 但是你也不要忘记 有一些小的诱惑 是我们不注意的 就是说一些小的便宜 那个我记得有一次 我听一位牧师说 他说我出去吃饭从来不用付钱的 因为会有都会替我付 这样子 那这个呢 虽然他是有一点点 就是半开玩笑的这样说 可是呢 就是我也做一点的反省 就是说我们会不会贪这种东西 那个教会聚餐剩下的那些 一些好的饭菜 就是弟兄姐妹很热心 牧师你拿回家吧 这样 那我们会不会就说 对啊 我这个牧师我就拿了 这样 那这一种其实是小的事情 但是呢 很多时候可以显出 我们的那种自我中心 所以这个是要小心的 那不辖制呢 就是权力的诱惑 可能比这个利益的诱惑更大 就是说前面那个 那个 史物行传的经文呢 保罗提醒他们说 会有一些财狼 就是诱惑人去跟随他们 所以如果我们不要做财狼的话 就是我们不要诱惑人去跟随我们 而这个是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来的 就是当我们做牧者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种的冲动 就是希望很多人跟随我 很多人跟随我 听我的话 这样 但是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 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种的诱惑 我记得 我在做学生的 做神学生的时候 有一位老师 跟我们讲了一句话 我 我 其实我很感恩就是说 我读神学的时候有很多很好的老师 他们很多时候在课堂里面讲的一些话 或者平常在谈话的时候讲的一些话呢 有很多其实我现在都还记得 经过几十年我还记得 所以 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希望以后如果我做老师的话 我也要像他们 果然我又做了老师 但是不知道像不像他们 不过anyway 不过呢 就是 你们有上问我课的人呢 你们可能也会发现 我有时候在课里面也会 引用我以前老师讲的一些话 所以你就知道 那这句话也是我以前一位老师讲的 他说 如果你是为了找到自己的价值而侍奉 你会造成伤害 如果你好好的忠心侍奉 你一定会找到你的价值 你听得懂这句话吗 就是说 这两个其实是很难分辨的 那个界限是很模糊的 就是说 如果你的目的 侍奉的目的是要找到自己的价值的话 这是很危险的 你会伤害很多人 但是如果你好好的侍奉 你一定会找到你的价值 所以这个只是动机的问题 这样 所以小心权力的诱惑 是要提醒我们自己的 也许有一个的试验 这个只是一种的试验 你知道我们做老师都很喜欢test 很喜欢考试 那可以有一个test 就是说 当你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 就是做一些事情 你担心自己讲道讲得不好 或者管理教会管得不好 或者等等 就是你担心自己 做得不够好的时候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怕不被人接纳 因为怕人家觉得你不行 还是因为你不想 恢复恢复你的羊群 就是怕自己担心自己做得不好呢 不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事实上因为这样 我们才会有进步 但是呢 为什么你会担心自己做得不好呢 是因为你怕被人拒绝吗 你怕自己不被接纳吗 还是因为你觉得你做得更好 可以帮助他们 如果你做得不好的话 你可能会恢复他们 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 我们对到底我们服事的那个 那个的动机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什么 好 这些是一些负面的警惕 好 讲一些正面的了 正面呢 就是为全群谨慎 就是照管 或者照顾这些的羊群 那这里呢 我就提到这个从刚才两端经文呢 抽了四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用神的道去喂养他们 就是保罗说 我把你们交付给神 也交付给他的道 所以就是说牧养的人呢 是一定要有神的道 一定要有神的道 来去喂养他们 就是我们提到说 就要有神学 要有神学 那神学其实就是从神的道来的 从圣经来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去 我常跟神学里面的同学说 就是你们在神学里面 要好好学会读圣经 读圣经是一定要有的 这个我也有时候会说呢 就是你在教会里面 什么东西都可以输给别人 就是读圣经不能输给别人 所以就是说 牧师都不是完美的嘛 所以会有呢 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 会体谅就是说 你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会做得很好的 但是他一定会期待 你的圣经比他好 所以你要好好的去读圣经 这样 所以用神的道来喂养他 如果你圣经读得好的话 你不怕没有东西去喂养 真的 就是有人开玩笑 就是说 这个牧师呢 就是每做五年之后 就要换一个教会 因为他可以讲的 都已经讲完了 但是呢 如果你 你会读圣经的话 你绝对不会讲完的 绝对不会讲完的 就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从创世纪 一直讲到启示录 每一个礼拜讲一点 你要用多少年的时间讲完了 到你退休 大概都还没有讲完 所以就是 就是说你这个 就是用神的道来去喂养他们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呢 就是要做榜样 要做榜样 这个其实已经讲很多了 就是 今天早上也有提到 就是 不要要求别人做 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就是 我们比方说讲到 在讲道的时候 我 我每一次讲一些 我很弱的 或者甚至做的很差的 一些的东西的时候 我的心都会很虚的 讲起来都不敢声音太大的 就是 真的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到 我怎么样可以要求别人去做呢 这是 这是这样 我现在因为不在幕会 所以 就是说在不同教会被邀请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间 他都是让我去选择 我要讲什么 这个就比较容易一点 我以前在幕会的时候 就是每个礼拜都要讲道 所以就是 那个时候 我就 我就勉强我自己 就是说 我一定要 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东西 是你喜欢讲的 也有一些东西 是你不喜欢讲 想要避免的 那我就勉强我自己 就是说 一定要顺着那个经文来去讲 那所以呢 顺着经文讲的话 有一些 我要避免的东西 就不能避免 因为经文是讲那个 我就要讲 所以 所以就是说 我就很害怕 就是说 那个 讲到一些我自己做的不好的方面的时候 我就要在人面前认罪了 就是 我因为 你做的不好的东西 别人一定知道的 所以 你如果讲的好像很那个的时候 他们就反而就 觉得你是一个很假的一个人 所以 我就必须要在 弟兄姐妹面前就说 我承认 这个是我做的不好的 或者怎么样 所以就必须要去承认这件事情 在人面前承认这种东西是 很难的 坦白说 没有人喜欢做这种事情 可是呢 就是 这就是榜样 就是说 你要去 去用 用示范的方式 就是 不是 不是只是 站在讲台上面的示范 而是说 在你的生命里面的示范 那这个呢 是 很可怕的 保罗说 你们要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有谁敢这种 讲这种话 你们要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 我真的效法基督吗 这个是 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但是这个是 每一个人 每一个牧者 都需要面对的一个东西 就是 当初你回应神的呼召 要在牧养的示范上面 来去摆上你的 你的医生的时候呢 你其实就是接受 这个的挑战 就是说 你要在人面前做榜样的 所以这个是 我们不能跑掉的一件事情 好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他提到 要劳苦要付出 这些的方面 要劳苦 所谓劳苦就是要付出 刚才有提过 但是呢 我刚才就说 你要小心burn out 所以这两个之间 是要平衡的 要平衡的 那我觉得 我个人是觉得 所谓付出 所谓劳苦呢 就是不要计较 就是说 你是甘心的 是为了他们羊群的好处 为了 还有更 最终的是 为了因为你爱主的缘故 你爱他 你知道他爱这些羊群 所以呢 你要去爱这些羊群 所以这个是不计较 这种的付出的 这种的吸引 也是应该是 每一个牧者都应该有的 那 必须要澄清 也是平衡 我常常都是说 应该要平衡 不要偏到一边 一个平衡就是说 付出不计较 不等于没有界限 不等于没有界限 昨天 那个Amy老师 林斯敏老师 就提到说 我们要小心 不要把别人 你要去辅导的 帮助的那些人的问题 带回家 这样子 因为你带回家 你不能帮助 你自己也不能帮助他 所以你要有界限 不是什么东西都 放在你自己的肩膀上面 这个要小心的 那所谓不计较 要劳苦 要付出呢 我觉得的意思是 不怕吃亏 不怕吃亏 有一次 我在团体里面 这个迎信会 就是彼此认识的时候 就是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最喜欢吃什么 最不喜欢吃什么 那有一个人呢 就说我最不喜欢吃的 就是吃亏 那就是他 当然是开玩笑 但是谁喜欢吃亏呢 但是这是老虎的意思 其实就是不怕吃亏 我愿意 就是付出多一点 而不要求有什么回报 这个就是 我觉得是这里所提出来的 那其实不只是牧养的人 每一个服侍的人 都可能要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的使命感 好 最后一个方面呢 就是辅助 软弱的 辅助软弱的 就是特别提到 就是说 那些软弱的人 才需要辅助嘛 对不对 那些强壮的就不用了 所以 在教会里面 的确是有 很多软弱的人 是我们需要去辅助的 昨天提到 那个同理心 对吧 就是这一种 你就是你越是认为他不行的 你越要去了解他 为什么是这样子 就是也许是因为他的环境 也许是因为他的背景 也许是他过去的一些的经验 或者是有各种不同的 一种同理心 我们说我们跟小孩子谈话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跟他谈话 而是你蹲下来 到他的那个 那个的 的 level 来去跟他讲话 这样子 所以而且你要讲他的话 这样子 所以我最近就是有了小孙子就知道 他还不会讲话 但是呢就是说你要学他 哦哦 那个 呀 这种话 OK 这是 教会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人 就是在鼠林上的 的baby话 这样子 那你也要去跟他讲这种话 就是要帮助他 来辅助他 但是我们要小心 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 还是用一种谦卑的心 而不是说 因为我比你好 所以呢我才要辅救你 这样子 而是说你真的是因为 我们跟小孩子就是这样嘛 就是不是因为我比你厉害 所以我要 蹲下来跟你讲话 而是说 我很喜欢跟你在这样同一个level里面 来去沟通的 这样 所以 所以我想我们作为牧者也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种的心态 好 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期待的赏赐的这个部分 那在刚才那两段经文里面呢 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有 有两个东西 一个呢是他比较强强调的 就是你会得到基业 你会得到冠冕 那个彼得前书那边讲到冠冕 那个保罗在那边也讲到那个基业的事情 那基业跟冠冕呢 其实都是来世的东西 就是不是你现在就得到的 是你期待以后 以后的这东西 就是谁今次要戴冠冕呢 没有人想要戴冠冕 戴帽子是有 冠冕是没有 冠冕是以后的事情 对不对 在永恒里面的 所以换句话说呢 我们不要期待今生的赏赐 因为圣经大部分的教导 是要等待这个 最少新月圣经 大部分的教导是等待来世的 来生的赏赐 将来在永恒里面的赏赐 那这个其实是一种信心的考验 因为如果你现在所做的事情 看不见有赏赐的时候呢 你会灰心的 对不对 因为你好像觉得说 你得不到什么嘛 就是有很多东西 真的是你很努力 你像刚才我们说的 你付出等等等等这些 可是你看不到 对你有什么好处 或者看不到有什么的好的结果 这样子 但是当你这样的时候呢 这其实就是信心的一个考验 就是有人讲一句话 当我们好像走到没有路的时候 我们仍然相信 这就是信心 这就是信心 为什么我们可以仍然相信呢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眼界 我们知道 就像现在 等一下我会给他看一个 一个的quote 一个的一番的话 就是说因为我们 虽然在今生 好像看到走到一个 没有地方走的一个情景 可是我们知道 还是有地方走的 就是在永恒的里面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来坚持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 恶有恶不 善有善不 若然 未报 对不起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若然未报 是什么 时候不到 对不对 时候不到 那个时候 可能不是在今生的时候 因为保罗也说 就是说 我们在基督里面 如果只在今生有叛乱 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 所以这个的确是这样 就是我们要有永恒的眼界 那可是呢 今生是不是没有赏识呢 也不是 也不是 保罗说 那个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觉得这个有福呢 应该不只是在来世的那种的福气 而是说在今生就有福了 在今生就有福了 那这个是什么福呢 保罗没有说什么福 但是我能够想到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今生 在福事的当中 在牧养的当中 虽然有时候是很辛苦 有时候好像觉得 走不进 走不 不能再走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可以经历神的 这个的经历 是 是很令我们满足的 一个的 一个的过程 这个是我们觉得是很宝贵的 就是 我们正道有一个精神 这个是 柳富里牧师常常讲的 就是 我们一起来经历神 我们一起来经历神 这个是 我们正道的精神就是这样 你来到这里 我们就是一起来经历神 那我想 我们去牧养的时候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就是说这个 这个过程为什么会有福呢 是因为我们可以经历 在神里面那种的满足 是这个世界所给予不能给我们的 当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回应神的护照的时候呢 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是 做了很大的一个牺牲 有一些人觉得说 我放下我的来去服事神呢 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牺牲嘛 那也许是因为我是 我是这个传道人的孩子 所以我是成长在一个传道人家庭里面 我 我知道就是说 我们不是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家庭 可是呢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 这一点呢 是我从小我就知道的 这个是服事神人是很蒙福的 真的是这样 我可以做见证 那所以呢 所以我后来就是决定要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呢 我不觉得我是放弃了好多的福气 来去为主受苦 而是说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的护照 所以这个是算是我们的期待的赏赐 作为一个牧养的人生 好 结束的时候 就是一个给大家一个quote 然后再讲一个分享一个故事 那个这个是Bernhofer 就是潘赫华在植中营里面讲的一番话 那也许我把中文的翻译 把它翻译过来 那他是这样说 我在周围的环境中 记得他是在集中营里面 我在周围的环境中遇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执着 与他们自己所向往的 对他人 就是别人的没有兴趣 他们不再倾听 他们无法去爱他们的灵色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他说我想 即使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应该像没有盼望和没有未来的一样的生活 他所谓没有盼望没有未来 就是在集中营里面真的是没有盼望 没有未来 就是大概他们连明天都没有盼望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 他说在这样的只要只是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叫人惊讶的是 其他人开始依赖我们 信任我们 并且让我们与他们交谈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 好像是绝望的一个环境的当中 只要我们活出真实的自己 别人会信任我们 而且会让我们去牧养他 所以这个是 对我来说是一个 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牧师的见证 这个见证 如果你听过我分享 你再听一次 我在很多地方都有分享这个故事 但是我每一次分享都还是很激动 这个牧师是这样 就是说他在一个教会里面 牧养那个教会 可是教会里面有一个人是很不喜欢他 专门做他的对头 处处的来去跟他过不去 然后越来越严重 到一个地步 那个人一直去攻击他 在教会里面攻击他 你知道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的话 你基本上什么都做不到 这是你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就在那段时间 牧师就注意到 就是说礼拜天 在最后一盘有一个陌生人就坐在那边 来了好几个礼拜都坐在那边 那本来牧师应该去欢迎这种人 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被这种攻击 他都没有兴趣再去关心这些的人 有一天 这个人来到牧师的办公室找他 跟他谈话 这个人坐下来就跟他说 牧师我在社会里面打滚了几十年 我所遇到的就是你争我斗 就是在那边彼此的攻击 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 牧师的心就沉下去 他几乎可以讲他下面一句话 就是说想不到教会也是这个样子 这个 可是这个人不是这样讲 他说我来教会就是要看看有没有不一样 他说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你 其实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反攻这个人 可是你没有这样做 我很想认识你这个神 这个牧师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 他根本讲不出话来 只会流眼泪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景里面 好像是压着他没有办法再站起来的 竟然有人因为这样而愿意认识神 我想这个就是牧羊 就是牧羊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这个使命 这个职份 不是我们自己去求来的 而是你把这个福气给我们 主我们就欣然的接受 主我们也愿意在这个当中 无论我们是遇到好的遇到不好的光景 我们都能够按照你的心意 照着你的旨意来去做 以致我们都 不但我们自己可以得到益处 可以成长 可以有永恒的赏赐 我们更能够因着我们所做的 能够成为你自己的羊群的帮助 能够建造他们 我们这样祷告是封主耶稣的名 Amen 好 刚好十二点半 我想我就结束了